Hello,大家好,我是Luxia 我是Jason 那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些情侣问答的问题 然后今天就来给大家解答一下你们对我们所有的问题吧 首先第一个,我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在中国好声音在LA的海外海选 我是一个评审 我是参赞选手 18号参赛 19,18号是谁 19号参赛者 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我那天妆化的很浓,你可以看一下 台妆,怎么讲,就是上台的妆 特别浓 也其实没有什么七七八八的故事 就是我们在结束了之后,大家就是跟评审要拍照嘛 那天李奇也在,然后我就拿着我的手机去找李奇 我说李奇你能不能跟我拍张照 然后我跟李奇拍完了之后一扭头 Jason刚刚好站在那边 然后好尴尬,就是拍不拍的 那就问一下吧 就转身问Jason你能不能跟我拍个照片 就好像很勉强 很勉强 很勉强的那种 你能不能跟我拍照 第二个问题 谁先追的谁 这个蛮有意思 电话号码是我先要的 但是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是说 我问他你是不是 就是 住在L.A. 他说不是,我住在Santa Barbara 那我就 那 然后他就说,但是我常常来L.A. 英文就是说 Well, you know, next time you come to L.A. we can leave 这个真的就是英文的 客套话 就是说OK 就好像就说 那下次见 下次来上海一定找我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就说 好,那电话 我就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周围还有别的参赛事 然后大家 他一直蒙掉 还有我们都傻 我就 OK,好吧 那就给他 也不算是追 就是两个人慢慢的 就是循循渐进就在一起 都有给对方 取到取诚的感觉 不过那是后话 就是我们当天比赛的时候 我还是跟我前男友在一起的 后来跟我前男友分手之后 才跟Jason站在一起的 所以中间还是有个时间差的 很多人以为 很多人以为我是批了别人的 我不是这样 真的不是 对,然后 然后是不是我 我一知道他有男朋友 对,我们就没有在聊天了 你知道吗 我就没有在找面 对,我们就没有在聊天过了 就没有见面了 所以就是 还是有一定时间差的 对 所以还是挺好的 对 下一个问题 谁的脾气比较大 哎呀,肯定是我嘛 对不对 谁的脾气比较大 嗯,其实应该是我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不一定很难说 因为 我的 我的底线比较 怎么讲 比较高比较低 比较高 比较高就是比较低 比较高就是比较低 比较低 比较低 很小的事情 他就会觉得很烦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会生气 但是我就是平常没什么事 但是你一到我底线 我就会 炸掉了 我的脾气就会比他可怕 太恐怖了 你知道他发脾气真的太恐怖了 不想了解这件事情 只有发脾气是很少很恐怖 他发脾气是天天发脾气 但是就是 谁给你天天发脾气 没有天天发脾气 就像这样子 就是天天发脾气 他觉得这样就是发脾气了 但是就是 红一下其实也差不多 红一下就好 好,下一个问题 吵架谁先道歉 那必须是他 对 不但是吵架先道歉 被骂也先道歉 就算即使是我的错 还是要他先道歉 对 他先道歉之后 抛这隐喻我才会去道歉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 怎么说弱点 这是不好的地方 弱点吧 我觉得很多人说这是弱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尊重女生的一个表达方式 觉得说 不管怎么样 不愉快 双方都有责任 多少双方都有责任 所以 我觉得 能够道歉 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是重要一点的 不是说谁对谁错 所以算得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一个跟你在一起 学到的一个 对 他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爱较真 但其实不是谁对最重要 就是说 好 谁先冷静了 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让大家不要不愉快 对 对 这样是对 下一个问题 彼此最欣赏对方的是哪里 你先说 我先说 想好了 好好好 想好了再说 我觉得 这个 路西亚宇坤 她 生命就是 经过了很多 很多 how do you say hardships 很多难的 很多坎坷跟挫折 坎坷跟挫折 很多委屈 很多悲惨 但是 没有到悲惨的地步 但是她还是 她还是能 每天去 嬉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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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嬉 她想饭吃 命好啊 就是很多 很多 但是其实 她就是 她就是没有 就是她今天的 现在活着这个样子 都是靠自己 我活成了 我也就活成了人 我的周围太烂了 我的意思就是她的 current life 就是她完全会去争取 她所有的机会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再夸了 这个烂土豆不经夸一夸就烂了 这个也不是夸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欣赏我的 除了我的弃而不舍的精神以外 弃而不舍的精神 弃而不舍的精神 我刚花了十分钟解释 这个弃而不舍的 一个词就搞定了 中文的博大精神 来吧 还有什么 不够 没了 就弃而不舍就完了 最欣赏的一个 你呢 你欣赏过什么 Jason很聪明 他是我人生当中 见过的最聪明的人 他真的脑子很好使 你知道吗 聪明的人 而且很性感 你信我心想的点太多了 是吧 比如说刚开始YouTube 在做的时候 可能大家还没有想到 去做一些翻唱啊 去以这个为事业啊 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Jason就已经 一马当心的跑了出去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大家所有的人 都看过他的翻唱歌曲 起码童话 啊 just the way you are just the way you are just the way you lie like all that kind of stuff 就一马当心的就已经出不出去了 对不对 在任何网络都没有发达的时候 他的翻唱已经遍布全天下了 哎呦 这是运气 不是运气 我觉得这个一定不是运气 这个一定是聪明 因为这件事情 放在任何一个其他的人身上 也不会去这样做的 对吧 不知道 你们会知道 谦虚了 不要这么谦虚吗 不知道 看儿话已经已经出来了 还有什么欣赏的地方 还有什么欣赏的地方 真的很多地方都值得欣赏 身高 身高特别欣赏 特别欣赏 太羡慕了 好吧 下一个是什么 好可爱 有没有经过双方家长 有 经过了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有趣的 我们两个人的家 家庭情况都比较特殊 所以 没有跟家长一起住 对 所以见到的机会很少 所以也没有那么的复杂 见到就是吃个饭 我经常会见到妈妈 然后妈妈有的时候回来看我们 然后 妈妈人很好 妈妈特别好 然后妈妈对我要对比Jason好太多了 你知道吧 就是已经变成我妈妈的那个状态了 那见过我爸一次 见过一次 见过一次 因为Jason有很多名字 比如说节省钱 Jason Jay 然后 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爸 给他变成他称号就是小陈 我坐在一起吃饭 我爸的一句话小陈 我讲谁呢 不错 蛮酷的 蛮酷的 有什么想法见到我爸之后 很像 你们长得很像 就是笑起来的感觉很像 对对对 然后呢 嗯 我只能说我觉得很 那天很不好意思 哦对 因为我爸要从天津开车开到北京来 因为我忘记是什么特别的情况 只是说我们好像路过 哦不是 反正我们都到北京 然后北京飞 飞回美国 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很不好意思那天 是因为他 等于是他爸爸还要特别 开到 开蛮长一段路来找我们 我爸那天挺不乐意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有机会 我们也会去 特别去天津去看看 去看看 那天 就是不好意思是这一点 对对 家长有没有介意过身高的问题 没有 我妈觉得你身高很好 哈哈哈哈 她 觉得你可以再高一点 但是 这样也可以勉强 勉强 勉强 刚刚够那个及格成功 你知道吧 勉强 我们家里 家长 我爸他们在意也不敢跟我说吧 他们应该在意吧 在意不在意也不敢跟我说 因为 没有没有住很近 因为很少看到就没有 一个是没有住很近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出国出的很早 我15岁就出国了 然后我爸基本这些年也没怎么管过我 还好只是说介意不介意只是说说嘛 对 反正也是也没有做到什么 生活也是我们自己两个要过的 对 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说家里真的有不同意的地方 还是要跟就是要跟家里人说清楚 因为毕竟以后的人生是你们两个人一起过的 对 所以介不介意或者是任何上面有任何的问题 的话 只要你们两个人清楚 你们两个OK就可以了 我觉得家人的情况 当然啦 在恐龙恋的状况跟我们的状况 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但是我希望你们都会有一个这样的 有一个机会 然后有一个自己这样的一个自由度 可以跟家里人好好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家里人的意见想法要尊重 但是不是一定要采取 不是一定 对 就是他们反正 最后一个问题 怎么保持爱情的新鲜感 你听得懂吗 你先回答 爱情新鲜感 我觉得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五年了嘛 对 然后就是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我们以前可能就会说去出国啊 去Travel 对对对我们去玩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新鲜感就变成是说去学一些东西 像他跑去学古真啊 嗯 我们跑去学那个翻跟斗 我们去学后空班 后空班 对 体操 我们学洗操课啊 对 然后他去学跳舞课啊 我们去学吉他啊 打拳啊 打拳啊 所以我们就会去做一些就是不是每一天同样的一些东西 对 要改变一些生活的一些 对 我觉得所谓爱情的新鲜感 不是说两个人一定要一起去做什么 而是说你的人生要有一定的新鲜感 如果你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新鲜感的话 那爱情也不会有新鲜感的 所以你可以去让自己去经历一些 就算没有另外一个伴侣的陪伴的话 你也可以去做一些比较让自己新鲜好玩 然后有趣的事情 这样的话自己的人生或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 就是整个的生活有了新鲜感之后 你的爱情的新鲜感自然而然就会来 对 像像他就会 学完跳舞课就说 你看我今天学了什么 然后 他回来打拳回来说 你看我今天学了什么 然后就就 比较不一样 改变一些 改变一些 不要说每天都以同样的东西 然后吵架 吵架也是保险爱情新鲜感 吵架也是保险爱情新鲜感 如果说都不吵架就表示没有感情 对 所以 像我们这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对吧 我们拍这个之前才吵架 所以就是要吵架 对 那我们先去吵架了 我先道歉 对不起 乖 对不起 我错了 这次的问题都比较简单 比较基础 如果你们有喜欢想要问一些别的问题 我们下次再做 好那就这样了 祝大家七星节快乐 Bye Music never sleeps Peace Peace 谢谢 谢谢